阿里部落長老點火起焉 告訴竹林竹人們回來了 因為莫拉克風災 阿里竹人千村三下永久屋 兩年多的時間過去 生活界區穩定 但文化卻隨著長者逝去出現斷層 不讓西魯凱族文化流逝 堅持守護傳統領域的竹人 決定留下來繼續生活 我們與其一直在外面這樣漂泊 我們竹工程而屈 或者是竹工作地而屈 其實原鄉的土地 才是真正我們可以賴生存 甚深不息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憑藉 莫拉克災後 位在台24縣最末端的阿里 依舊保有好山好水 將傳統觀光旅遊 轉型成生態旅遊 成了阿里和大自然共存的法則 組成樂團傳唱鼓搖 行銷文化創意商品 讓生態旅遊不僅看壯麗風景 也深入部落文化 我們台灣的美 是美在很多的部落文化 很多的這個生物的多樣性 這一群人就在那邊守護我們的山林 而且在做部落文化傳承 那生態旅遊剛好提供 他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要能夠把鼓搖傳承出來 我必須要學習祈勞的智慧 應該是哲午盤代 也是我們鄉裡面 我覺得是我們鄉裡面 在未來的這個整個發展的一個 我們常常講說是我們的一條生路 在後兩年多 流鄉族人努力打拼的成果 終於獲得三下族人的認同 而部落更成立巡守隊 除了宣示對土地 生物資源進行巡護監測 更要守住原鄉不能流失的文化 等待族人重返的一天 接下來喜歡孟昭全屏東報導 重複東 不足掌聲 在了解 我們在主眼中 有機會